超市里琳瑯满目的商品 只是看一下标价 几乎通通都涨价了 这已经成为日本主妇的日常 日本主妇抱怨连连 身处高通膨时代 只能缩衣结食 给丈夫的零用金 也要精打细算 日本丈夫笑说 妻子给的零用钱变少了 现在午餐只能吃员工餐厅 但是也有人依然雇我 还是大量购买战利品 我们的妻子都怀疑了 打开储藏室 满满生活用品 甚至还有日本足球国家队的球衣 原本每个月零用钱只有五万日元 没想到这位先生却花了十万乱买 也难怪站一旁的太太表情不太好看 只能说面对通膨风暴 民众消费力萎缩 越来越多日本丈夫大叹 实在好难做 要节省开销才不会让妻子不开心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